我们继续来看这个 认识这个事件 事件的处理类别 事件处理类别 这里的话有一个架构图 它的架构图 这个架构图 特别注意就是说我们刚刚用了Action Event 就是button上面按下去 Action Event 会有一个Action Event的事件产生 另外还有像是这个 Adjudgment Event 这个地方就是 有点像是怎么样 我们当我们滚动 比如说像那个Score Bar 当它滚动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Adjudgment Event 那另外还有像Componer Event 这有点像是我们Input 这样 这个Key 跟那个Mouse 那这应该大家如果写过VB的话 应该都有印象 比如说当我 键盘Key了哪个按键的时候 我就触发哪个事件 这在VB里面有类似的这个部分 还有像Item Item的话就是那个 像List List Box 或者是Compbox 你要填资料进去 然后它当它选了哪个Item 或者是哪个动作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这个 这个Item的Event 另外Test就是在文字方块里面所产生的这些 这个事件 那触发你就必须要去做处理 那处理的部分呢 当然分成很多种 那另外所谓的事件类别 分成两种 一种是所谓的语意事件 一种是低阶事件 那大部分呢 这两个差别 所谓低阶就是在Componer Event 类别 就我们刚刚看到的 所谓低阶就是在下一层 那下一层里面包含了比较多的 类似像我们常遇到的像Key 跟Mouse 就是滑鼠跟键盘 就是比较低阶的 Label比较低一点的处理 那这部分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要触发某个事件 就会去做哪一些的这个动作给他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试意图 这个大概 看一下了解一下 也就是说呢跟在VB类似 就是说呢 你做哪个动作 触发那怎么去做动作 那差别是说呢 怎么去处理不太一样 怎么去处理不太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范例好了 这个范例的话呢 Action events 跟刚刚一样 是用Mouse的部分 那这里当然包含 比如用键盘也可以去做一些动作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呢 比如说呢我现在执行 这边有三个按钮 123 那这三个按钮的分别为Yellow 我点下去的话呢 就有黄色的背景 那跟刚刚的那个范例有点类似 就是说 刚刚是只有一个范例 一个按钮 那现在的话呢 有三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是Yellow 第二个是把它变成绿色的 最后一个是把它Exist 那这部分呢 我们也是回到刚刚范例18之二那个地方 那前面的部分呢 大体上类似 就是说呢我今天 Extense 我这个class 比如说我今天取一个 class名称是 18之四 App底线四 那我是Extense 我是继承 Friend 而来的 我继承这个表单 而来 那我实作 我这个地方 界面的部分呢 我 实作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 本身呢我也是一个什么呢 Action Listener 也就是说我要 也是成为一个 倾听者 那你 必须要是一个 倾听者呢 才有办法 当Button 按下哪个按键 的时候呢 才去接收 因为他是倾听者 才可以接收什么呢 接收Button的命令 接收Button 他的一个 这个 有时候产生某个事件的时候呢 他就会去做哪一件事情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产生 在这边 产生三个按钮 分别为123 另外的话呢 也产生一个Friend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也是一样 New一个 App 18之四的这个部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在Void的地方 在这里 先用第一种方式 不用内部的类别 也是一样 在这里的话呢 我就 这个 跟Friend的注册三个按钮的事件 第一个按钮的话就是当我按下去呢 它会变成Yellow 第二个的话呢 变成绿色的 第三个就是离开 那这个三个按钮 接下来 底下就是 去做一些 我的Title 那一样 这个 这个我的 版面安排的话呢 是流水的 就是 Flow Layout 我前面有讲过 然后并且要记得要自中 把它自中 这上次有讲过 那它的Size的话呢 是200 250 另外的话呢 我把这三个按钮加进来 123 那最后呢把它秀出来 Visible等于True 接下来的话 当我 按一下某个按键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Listener 所以呢 我知道假设说我今天按了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那怎么触发 这一件事 这个动作呢 特别注意就是说在底下的部分呢 我在这个地方 Action Events 1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 我刚提到这个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方法 Action Performer的 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直接 游标停在上面 好 这边 这个部分是要背下来的 就是说我Action Performer的 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呢 就是当我去 有个动作 发生的时候呢 会去执行这个方法 执行这个方法 它会把一个 物件 引述传过来 传过来之后的话呢 当然有的 有可能是传一个空的 一个变数 一个这个物件 那这边的话呢 我传过来的这个变数呢 因为传过来之后的话 我会得到一个什么呢 一个Button的一个 物件 那这个物件 我怎么知道是哪个物件呢 特别注意呢 这边有一个比较 特殊的方法 就是说呢 我要知道说哪一个 按钮被按下 所以呢 这边有一个Button 1就是说 1的部分就是说 按了哪一个按钮 然后get source 我要得到 什么样的来源 所以这边是一个 来源物件 当这个Button 有没有 我去判断 当什么呢 这个Button 是BT1的时候 如果是按下1的时候呢 就让背景变成 黄色 else if 就是反之的话呢 它是2的话呢 这个Button 是 Button2的话呢 那就变成绿色的 那else 如果都不是的话呢 那就离开 所以有三个按钮 那这部分的话呢 主要就是 透过什么呢 这个地方 我们一个引数 这个就是参数的 这个 这个引数物件 进来的东西 那我可以get source 之后的话 丢给 BTN 然后这个地方 就可以做判断 这种方式是比较特殊 就是 物件之间的判断 那记得这个地方的话 是用等号 两个等号 去做判断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地方 执行 然后 我如果按一下 第一个按钮的时候呢 它就会传一个引数 给这个1的话呢 一个引数的物件 看是哪一个button 那传过来应该是BTN 所以它会抓到是BTN 第二个的话 按下去的话 就是BT2 那这个按Exist 就什么都不是 所以就直接离开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想你们先试试看 这个范例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